大家好,我是半瓶醋 今天我想要來聊聊 上期與時環當中的女性故事 除了男人的故事之外 漫威在上期與時環傳奇 自然也不忘束手女權 電影當中藉由陳法拉、楊子瓊、奧卡菲娜 與張夢兒所飾演的幾位角色 也講述了華人世界當中的女性角度 出乎意料的 上期與時環傳奇 除了文武、上期兩位主要角色之外 大部分的要角 竟然幾乎都是女性 文武的妻子映莉 上期的閨蜜凱莉 妹妹徐夏琳 與阿姨映南 四個角色 環繞了上期與文武之間 首先最重要的女性角色 自然是映莉了 她身為陣守大羅入口的守衛 擋住了文武 文武進不了大羅 卻愛上了映莉 為了她而放棄時環 而映莉教導上期以柔克剛 為上期留下她最後身上穿著的服裝 甚至上期最後的覺醒 也是因為映莉的教誨 這個角色的出場時間雖短 可是影響力可說是無所不在 文武在映莉過世之後 完全無法忘記她 重新裝上石環 到處尋仇 而映南 則是一個身處大羅 幫姐姐引導侄兒的功能角色 但是沒有這個功能角色 上期無法進展到下一步 映莉與映南 大概可說是華人傳統社會當中的女性典型 被時事所牽動 大部分的時刻都是被動的 但是男人卻不能沒有她們 只要失去了女性 男性就會孤獨 寂寞 狂亂 甚至喪失自我的價值 對比映莉與映南的舊時代女性 新時代的女性代表 自然就是奧卡菲娜所飾演的上期好友凱蒂了 凱蒂是一個完全在美國長大的華人後裔 對她而言 華人傳統已經相當的淡薄 她在美國可以盡情的追尋自己的價值 但是對凱蒂這一代的人而言 最大的問題 還是不清楚自己的自我定位是什麼 因此 凱蒂對於身旁的人的嘲諷 感到焦躁與憤怒 而電影所給的解答 則是不用過於著急 人生的遭遇 將會自動讓生命找到出路 凱蒂跟著上期進入大羅 開始練弓箭之後 才意外發現自己竟然有神射手的能力 結果就這麼跟著上期 一起被找去復仇者聯盟裡去了 當然 我想 這邊應該也有點在暗示凱蒂 回到自己的原生文化領域當中 從自己的原生文化 找到出路的鋪排 至於張夢兒所演出的上期的妹妹夏琳 可說是整部上期與十幻傳奇當中 描述最多也最厚的女性角色了 雖然我並不知道漫畫的原著 是否有提到夏琳的生平 但是光從名字的涉及 就可以感受到女性在華人世界當中的處境 哥哥叫上 諧音上 妹妹則是下 諧音下 接著才是氣與鈴的對應 不同於哥哥上期 從小就被重點教育 妹妹夏琳幾乎從頭到尾都被文武給忽視 事實上 在電影當中 文武幾乎沒有跟夏琳說過幾句話 電影當中對於這一點的解釋 是因為文武不願看到夏琳 只因為看到她 會讓自己想到王妻 這對一個孩子而言 絕對是相當受傷的 就像福音戰士新劇場版的定真寺一樣 夏琳從小都覺得自己不被需要 甚至連哥哥也在她10歲時離開了她 不過夏琳不需要定真寺那麼被動 她的反應就是自我創造自己的價值 沒人教她武功 她就自己練功 長大之後照樣可以把哥哥打趴在地 再加沒人需要她 她就離家出走自己立業 當上期回來找妹妹的時候 夏琳已經是澳門暗黑格鬥界的地下老闆了 對比哥哥在舊金山趴車10年 夏琳不但不需要文武照顧 相反的還混得更大尾 組織能力應該是比哥哥強得多 電影最後的隱藏片尾 也透露了夏琳繼承了文武的十環棒 虛色典型男性霸權的象徵角色剃刀拳 以前那群在廣場中練舞的幫助們 也忽然多了一群女生 原本不被父親重視的妹妹 最終成為了十環棒的實際掌控者 而且顯然妹妹絕對比哥哥上級更為適合 畢竟妹妹可曾有地下舞鬥場的經營資歷啊 夏琳所代表的角色 應該可說是傳統華人觀念 轉型到現在價值觀當中的代表 女性不一定非要男人需要的時候 才有存在的價值 只要自己找到自己的價值 還是可以成就一番事業的 但是就算夏琳有表面上的成就 感覺了出來她的心依舊是有傷的 在隱藏片尾當中 夏琳收拾自己那貼滿了海報的叛逆少女房間時 就是一段頗感傷的戲 無論有再大的成就 夏琳還是渴望親情 渴望父親的關愛 而電影從頭到尾沒有讓夏琳得到父親的關愛 這使得上戲與十環傳奇 在片尾埋上了一個小小的陰影 誰知道呢 搞不好夏琳在接下來可能還有故事也說不定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請訂閱 請訂閱 谢谢观看